现在这一节呢 因为过年了 要到了 那么呢 你们不管有小人也好 不管是破财也好 不管是什么都好 Don't make it worse OK 不要把它弄得更糟 怎么做呢 就接下来听我讲 因为很多时候呢 很多朋友 你们过不过年还好 你懂吗 一过年 运气掉的更厉害 有些朋友 为什么呢 就是乱摆东西 这边摆一条 那边摆一条 对联啊 春联啊 然后呢 哇 福字啊 春啊 春晚花开啊 什么对不对 后来 屁股开花 春晚屁股开 摆错地方 给你讲问题大 所以大家要那个摆对啊 不要 本来 春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一个季节 后来把它搞的那个你的傻 啊 搞而变成了你的傻啊 那先千万不要啊 因为这会非常无知啊啊 学做人呢 要有知一点啊 有意识一点 那这个 生活才能够过得更加的成就感 ok so 这一节节啊 要告诉大家 过年你可以去摆什么字啊 那么呢 可以做些什么 ok 呀呀呀呀呀呀呀 哈哈哈 ok等不及了 要赶快听了啊 好 来 我们来把那个 啊 把一些字先放出来吧 我们有几个字 啊 那个春字吧 我们现在有一个春字吧 春字 ok 福字春字对不对 多少朋友 家里会有摆福字春字 有没有 这个过年 有没有 多少朋友会有摆 福字春字 有没有 来来来 现场 好 找到机会了 ok 有没有 现场的朋友呢 有没有 福字 福字春字 那我先讲解一下福字春字啊 这个这个 福如东海 对不对 瘦比南山 那么 春暖花开 对吗 那春本身呢 就是就是一年之际嘛 在于春 八卦的角度呢 我们就是从东方先开始 啊 万物从东方先生长 太阳从东方先升起 古人也领悟到这一点 所以呢 一年之际 所谓的立春 就是北斗七星 直到它的手柄 直到某一个direction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就春天就会开始了 那么 这时候春天一开始之后呢 那 古人就把春当成木器 对不对 夏当成火器 秋当成金器 那么冬天就当成水器 所以以这个春本身呢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春字哦 春天主木 八卦你再看东方也是主木 OK 也是鼠木 那么呢 这个木本身呢 他他一看到这春字就是木 记得 也因此呢 春为木 明白吗 春为木 所以单单这个春字 他就是鼠木了那这个木 你不能摆在什么地方 或者说你可以摆在什么地方 有 正卦东方 驯卦东南方 更加好 南方 OK 南方 那 我这里要告诉大家 起码起码一些简单的方式哦 希望说能够给大家呢 春节带来发财之机的哦 希望是你们能够赚多一点钱哦 那要有这个更好的财运呢 记得把这村子 这村子 OK 特别是这个村子 把它摆去这个正南方 会打造你的财运 OK 投资运 股票运 whatever whatever OK 要摆对哦 摆错 就乌木克 懂吗 乌木克等什么 欧巴卡 那个烟 打啊 一滴黑了哦 就 所以那个记得摆去 正南方 180度 怎么摆呢 大家看一看哦 来给我们给他们 给他们知道一下 嗯 那你们的你们的家呢 记得不是以 有些朋友你们还没还没上过我们的课 你们会以整个房 房子有没有的正南方 不对哦 那个是给你看外局的 跟内局没关系的 现在我跟你讲是内局 你的正南方要怎么摆 你们注意看一下哦 比如说客厅 OK 这样比较清楚一点 是 你们必须要在这个客厅的小太极呢 那这地方呢 正南方呢 摆上这个村子 OK 摆上这村子 懂得择日的朋友 当然最好哦 能能够择个好日子 配合这个挂 再把村子摆上去 that's the best OK 所以择日很重要哦 那如果说不懂择日的朋友 尽量了哦 尽量快点 OK 有做好跟没做 有做好跟没做哦 OK 所以要能够跟他加强的朋友呢 肯定是要去加强他哦 在正南方摆上这村子 所以记得了 打造你的这个财运等等 特别在春节的时候 在 正南方摆上这个村子 OK 所以先把这密送密告诉你哦 再来就是你一定要在 小太极 就是这个空间 一个客厅 或者一个房间的中心点 来找出正南方在哪里 明白吗 怎么去量那个中心点 就去找看看 怎么去做 很很简单的啦 其实哦 你算地板上的那个砖 有没有几片 你都能够算到中心点在那里 对不对 就这样子啦 看看 正南方在哪里 然后去那边摆上这个村子 会协助你这个财运方面的那个 那个亨通 好 所以财位记得 刚才就讲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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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